週末趁著好天氣 帶小孩到公園玩 但玩得再開心 口罩也是要戴緊緊 疫情還在燒 面對家長擔憂 國內孩童沒打疫苗有風險 近期剛剛拍板通過 六到十一歲兒童接種 最快五月開打 卻讓家長陷入兩難 要不要讓小孩接種很為難 就有家長提供學校統計 接種疫苗意願 一般二十一人 卻只有三人想打 面對打苗興趣缺缺 但根據美國統計數據 兒童被Omicron感染死亡率 約為萬分之一 醫師謝宗學推估 接下來當感染率上升到百分之十五 到百分之三十 國內未滿十二歲的兒童 恐怕會有三十到六十人死亡 根據國外的研究 在六到十一歲的小朋友 施打莫德納疫苗 發燒的比率高達兩成三 那局部疼痛的比率 跟高達九成以上 雖然施打莫德納 副作用比較多 但效果也比較好 醫師建議如果家長有疑慮 可以觀察打過小朋友 有沒有副作用 再評估做決定